魏无羡重生归来以后 几乎一直跟在蓝战的身边 他们曾经一起在精灵台对抗先门百家 一起在乱葬岗对抗过百万傀儡 他们曾经共进退同生死 除了精灵台那次 魏英开始将蓝战推开 之后蓝战站回到他身边 实际上魏英内心是开心的 之后魏英何曾再说过 蓝战你不用管我 你先走去找人来救我们 有一次吗 没有 魏英已经慢慢的习惯了蓝战在身边的守护 可是在观音庙里 魏英被金光瑶劫持之后 魏英却这样对蓝战说了 蓝战没有听魏英的话 他留下来了 很多人只看到蓝战的身情无悔 谁又看到魏英对蓝战的身情呢 魏无羡被金光瑶劫持 其实他心里是没底的 金光瑶这个人做事素来不讲原则底线 魏无羡不知道自己接下来会面临什么 或许在下一秒就伸手一出了 魏英让蓝战先走去找人 其实就是想保全蓝战 他已经做好了牺牲自己保全蓝战 他不知道金光瑶下一步会做什么事情 也不能让蓝战被金光瑶要挟 魏英不想看到蓝战为了自己 一再付出和退让 他讨厌自己成为蓝战的软肋 所以魏英都快哭了 这一次才是魏英真正意义上为蓝战而哭 剧情进行到这里 这也是魏英内心情感最为外露的一次 是心痛和不舍的表达 他对蓝战说 我从未怪过你 简台词就是说 蓝战 你赶紧走 你不欠我什么 我也从来没有怪过你 去找人来救我们 千万不要继续待在这里 我不要看着你退让 我不要成为你的软肋和包袱 我也不愿意你看到我下一刻可能伸手异处 我是宁愿死 也不愿意你为了我退让和委屈求全 当初在精灵台 蓝战护着自己 那是因为魏英知道真正的真相是什么 背后搞鬼的是金光瑶 他已经在密室里看到足够多的证据 虽然无法取信于天下人 但是不同于16年前的毫不知情 这次魏英有把握撕下金光瑶的面具 只要扳倒了金光瑶 揭开事情真相 到时候韩光君还是先门名士 姑苏蓝氏的轻语也不会受损 所以魏英没有再推开蓝战 乱葬岗上百万傀儡涌来 那是怡林老祖的自信 就算他没有成情 没有鹰虎符又怎样 凭借一根普通的主敌 他一样可以控制这些傀儡 况且还有蓝战在身边 魏无羡因为独定 可以跟蓝战全身而退 所以才会带着蓝战一起打傀儡 可这次不同 魏无羡根本没有办法预料 已经穷途末路的金光瑶 下一步会做什么 他已经做好了欣然赴死的准备 但是他不能看到蓝战为他退让 甚至最后连累蓝战 到了真正生死攸关的时刻 魏英也是在用命护着蓝战 这也就是两人之间情感的动人之处 只是魏英你可知 你心一如蓝战心 你想护着蓝战 一如他想护着你是一样的 在身处危险 他又怎会独自离开呢 魏英一直在卑微地爱着自己心中的白月光 岂不知白月光也在卑微地追随着他呢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陈秦令 一城的宣扬都断往多少年了 为何他也知道蓝战和魏英的事情 初看一城桥段的时候 小编真的没有磕到多少糖 感觉魏无羡在这一段就负责看完了 而蓝望鸡子负责打架了 两个人中间几乎也没有在一块 可这个在一城生活了多年的薛阳 却给小编送来了一块糖 薛阳想要把魏英抓回去 跟他一起修复 小心成的零食 魏英直接告诉薛阳 我不跟你打 换个人来 薛阳带着吃瓜的表情直接反问 换谁啊 那位韩光君吗 其实小编想说的是 这里的原台词应该是 换谁啊 是你的那位韩光君吗 是的 就连薛阳都知道韩光君是魏英的 要知道薛阳在此之前 已经在一城这个人际罕见的荒城 生活了多年 就连薛阳都在磕望线的CP 可见这两个人真的是很高调了 全天下恨不得所有人都知道 韩光君跟一令老祖的那些事 可就是当事人还在猜来猜去 你说急人不 薛阳是怎么知道的呢 16年前 韩光君在不夜天哭着魏无羡 这一点在场的人都知道 虽然后来在蓝家还有金光瑶的协助下 没有人再敢提起韩光君的这段光荣历史 但是薛阳这个人才不管呢 因此说出这话倒也不奇怪 再说薛阳跟金光瑶和苏舍他们都是一伙的 他们碰在一起 除了研究 复原鹰虎符肯定也会聊点 世家密文八卦的 八卦之心 人皆有之嘛 除了薛阳 其实剧中几乎全员都在磕望线 蓝望级和魏无羡刚刚认识 独地鸡 蓝西成就敏感地察觉到 自家弟弟不同寻常 于是他说 我觉得那个魏公子就不错 还有你觉得吗 蓝战内心 我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 我也觉得魏英不错 蓝望级在精灵台上替魏英说话 姚宗主直接来了一句 谁不知道蓝二公子跟魏无羡一直四交甚好 蓝望级并未反驳 内心肯定在想 要的就是这个结果 我俩从来都不是水火不容 我们私下好着呢 你这老匹夫早看出来了 为何不早说出来 害得那么多关于我们不和的留言跑出来 真是讨厌 到了蓝杞人这里就更直接了 你不去问他 却来问我 这相当于承认魏无羡的地位了呀 叔父不愧是叔父 终究是舍得了白菜 套得了猪 厉害果然还是蓝叔父厉害 不愧是老油条 然后就是金光瑶了 说什么韩光君跟魏公子游山玩水 又说人家应该住一间房 果然仙都的世界不一般 还说什么分房税 问人家有没有闹矛盾 无论在剧中还是原著力 这样明晃晃科唐的场面举不胜数 好像全世界都知道 韩光君在护着魏无羡 那仪林老祖就是韩光君的命 这几乎成了仙门百家公开的秘密了 可只有魏无羡自己不知道 还在那闹脾气离家出走 你都被蓝湛贴上标签了 还能跑到哪里去呢 接下来说 陈情令 蓝湛是精明之人 却为何着了金光瑶的道 给魏银写败帖帖 蓝湛给人的感觉一直都是很稳 他说话做事 素来有条不稳 不慌不忙 就是沉稳大气 一切都似乎是胸有成竹的样子 这样的行事作风 是因为他本身有底气 本身武功修为高深是一方面 他知事故而不事故 超然事外也是另一方面的原因 他像一位智者和仙者 大多时候在俯瞰俗世中的那些 隐隐狗狗 所以他活得通透 平日里不屑于参与那些 争名逐利的游戏 但一旦他想要入世 想要参与到这些游戏中 谁又能是他的对手呢 别忘了谁最后才登上仙都之位 谁到最后才具有话语权 谁才是最终的游戏规则制定者 蓝旺基固然如此优秀 固然如此通透 但也有马实前提的时候 16年前蓝旺基就轻易着了金光瑶的道 蓝旺基这辈子智商最下限的时候 大概就是16年前给魏英写了败帖吧 那么通透如丝的韩光君 怎么轻易就被金光瑶给算计了呢 因为事关魏英 所谓关心则乱 蓝旺基轻心寡欲了几十年 情绪从来不会轻易波动 可是魏英的出现 搅乱了蓝战心里的一池春水 他关心魏英 在意魏英 那个明媚跳脱的少年郎 后来变成了阴郁有些喜怒无常的怡灵老祖 本就让蓝旺基心痛非常 他想要护着魏英 想要帮他重拾见到 可是那个人就是那么绝 总是不能心平气和地接纳蓝战的善意 倘若仅仅是如此 那也罢了 大不了魏英情绪起伏巨大 或者在失控的边缘的时候 蓝战在旁边守着就是了 可是魏英却一步步走上独木桥 被众人忌惮排挤 人人觊予他的法宝鹰虎服 魏英就像温室的那些老弱妇孺 不得已去了乱葬岗 蓝战亲自去探望过魏英 从前魏英虽然寄人篱下 但好歹也是世家公子 蓝战看到魏英在荒凉的乱葬岗 住在殷尸潮岸的浮魔洞 穿粗衣吃淡饭 这些怎么能让蓝战不心疼呢 他想把魏英从独木桥上拉回来 想要先门百家重新接纳魏英 所以他建议魏英也来参加金陵的满月宴 蓝战也知道 魏英对江姑娘的思念 当时看到魏英 因为没能参加江姑娘的婚礼 而失落的样子 蓝战已经很心疼 也很愧疚自己没有足够强大的能力 将她带去观礼 所以这次金陵的满月宴 蓝战无论如何都想替魏英争取一下 他想成全魏英的思亲之情 再者乱葬岗一别 也差不多一年有余 蓝战没有见到过魏英了 这种弑谷的思念 迫切想要光明正大 见魏英一面的心情 让当时的蓝战几乎失去了冷静理智 所以才会轻易被金光瑶利用 这些其实都是关心责乱的表现 也是因为用情过深的原因 在感情面前 没有几个人能够理智 就连韩光君也不能例外 而善于洞察人心的金光瑶 就是利用了蓝旺基对魏无羡的过分在乎 所以才会提出 让蓝旺基代笔写邀请函 而魏英看到蓝旺基的邀请函 自然不已有他 欣然前往赋宴的同时 却也走进了金光瑶 精心挖好的陷阱 魏英何孤 只因为他炼制 且拥有了鹰虎服 蓝战何孤 只因为他深切挂脸一个人 一张败铁 却把最挚爱之人送进了鬼门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